来看活动预告 白冷寸是新社区重要的供水系统 为了感念白冷寸工程 为新社地区带来的商业荣景 地方在每年10月都会举办文化祭活动 今年除了扩大举办 也结合了当地信仰进行 酒庄妈巡水祈福仪式 市长林佳龙说 未来还要进一步来打造 今年公园以及文化馆 带动新社的整体发展 面对着天灾的考验 我们必须与天真地 精彩的舞蹈呈现出 先人开垦新社地区的碧鹿兰旅 为了感念白冷寸工程 为新社地区所带来的商业荣景 地方每年10月都举办文化祭活动 今年除了扩大举办外 市长也承诺要进一步打造 纪念公园以及文化馆 带动新社整体发展 今年台东市政府扩大来举办 白冷寸文化节 最主要也是要纪念当时的水利工程师 基田千雄先生 在83年前 那这个东亚最伟大的水利工程 在他的推动下来完成 那引这个大甲西水 然后翻山越岭来灌溉新社 才让新社成为花果的故乡 那引水思源 我们认为这样一段故事 可以跟八田羽衣它开辟乌山头水库跟嘉南大郡 可以说是齐名 白冷寸是新社区重要的供水系统 由日本工程师基田千雄于1932年所建造 从大甲西上游白冷高地引水到新社 滋润土地变良田 可说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 市府也将出版绘本记录新社文史 活动的场地是在新社高中前面的广场 设置了两件非常有新社意向的装置艺术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从10月10号到10月18号 围起了八天的时间 会在新社地区 邀请我们在地的社团 社区跟学生来进行表演 那同时呢 我们这次很高兴 也有这个白冷静工程 伟大工程师基田千雄的日本家属 会到台湾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白冷静文化节活动将在10月10号到18号热闹登场 除了有庆祝白冷静通水仪式 也结合当地信仰酒庄妈巡水祈福仪式 发放白冷静平安水 还有创意市集等精彩活动 欢迎民众到新社体验独特的白冷静文化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导